在旋風中特製作品 嗨 大家好 我是乾杯集團料理長 偉忠 那今天要教大家的是 壽司 是用這個 乾杯的萬用燒肉醬 滋切的和牛乾杯的泡菜 然後今天會做三種壽司 把它弄成龍舟的感覺 很像比賽的樣子 因為端午節快到了 來抬 它是正方形的 那我們就切對半 那醋飯呢 要趁這個熱的時候 飯熱的時候來拌 然後倒進來 那我們今天的醋飯的比例呢 飯跟醋的比例呢 是500克的飯 然後65克的醋 然後攪拌均勻之後呢 因為我們這個容器是圓弧的 所以就把它薄薄的 那如果你是平的 也是把它鋪成薄薄的 讓它可以趕快就是冷卻 天婦羅莎蝦 它的麵糊的比例是 140克的 冰水 然後75克的低筋麵粉 然後加一點蛋黃 炸起來的顏色就是 冰黃色一點 豆絲的海苔 差不多 這兩根棉線的中間的大小 那蝦子其實沒有那麼長 那我們怎麼把它變長呢 這個我們都 肉取下來 這個等一下 白糖可以用 然後蝦呢 它受熱之後 它會這樣子 彎曲 那怎麼不讓它彎曲 然後你仔細看這個蝦 它的肚子這裡有一條白色的線 這個就是筋 你要把它的筋斷掉 蝦子先讓它立起來 然後這樣 然後不要切斷 然後底部差不多 如果 留 0.5公分 這個高度 你就不會切短 然後 反過來 蝦的內側 切的時候小心 然後刀是 不是直的喔 是斜的 然後兩面都是斜這個角度 好 好 這樣 把它稍微 按摩一下 就會變長 它原本 這樣子 然後它變長 有沒有 接下來我們要把它擦乾 因為如果它表面有水 它等一下沾麵糊 就比較不容易沾上去 沾乾的粉 麵粉啊 地瓜粉 太白粉都可以 可以 手稍微 擦一下 美乃滋 才不會黏飯 一樣的份量喔 才不會說 這個卷包起來 有個地方很多 有個地方很少 然後再準備一碗水 就是飯會黏手的時候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是很均勻的 把它往前往後撥 然後這個去紙的小黃瓜 放一根 然後美乃滋 接下來就是要放炸蝦 滴下去馬上浮起來 這個溫度就對了 薄薄的一層就好 所以不要 不要太多粉 它能流光 就稍微流光 然後放下去 它就會馬上定型 然後基本上蝦子呢 因為它很容易熟 所以金黃色就可以了 變金黃色就可以了 然後放在稀油紙上面 那個蝦尾 丟下去它會張開 像這樣子 會很漂亮 然後又會增加 除了好看之外 它會增加這道菜的香氣 然後接下來是水分最多的蝦頭 現在要小心喔 然後炸蝦頭蝦尾都是用最高溫 最高溫 什麼樣炸到好呢 就是它沒有水分 它沒有水分 代表說它不會有那種 油爆的聲音 但是記得喔 它溫度不能下降喔 如果下降的話它會含油 就不好吃 那我們先來捲這個蝦 那我們用比較大的地方 等一下切面會比較好看一點 好 那蝦頭你看 它有一點變安靜了 就是水分少了 它外表要沾蝦軟 所以我們放一些蝦軟在這邊 用沾的 然後 然後 再先切 這個我們是要捲鮭魚 好 那鮭魚我們就切一長條 因為它是生的 所以你買鮭魚的時候 要記得喔 生死等級的 拿起來 看你要包圓的 這是包方的 那我們先圓的 那這個力量呢 就是不要用力 因為太緊的話 會很像吃麻糬的感覺 那飯 軟軟爛爛爛的 也不好吃 然後剛剛說的鋪飯呢 就是要均勻 不然可能會這邊粗 然後這邊細 都要注意 好接下來就是兩邊 先讓它稍微扎實一點 先放旁邊 這邊放一張廚房紙巾 然後把它沾水 好 先抹 切掉 好 這樣子沾水 然後刀子就不會黏飯了 然後再切你要的一口大小 覺得會黏的時候 就是要再沾水 然後如果用壓的它中間會凹下去 所以要用這樣子割的 然後有一點塊的感覺 那我保鮮膜有一點 拉多一點的感覺 就是說它 我這樣比較好撕起來 然後它就不會切斷 奶油起司我們用花嘴來呈現 然後這次要搭配的是 等一下要鋪燒肉的 那我們先放泡菜 然後放泡菜的同時 也是要注意到它的 它的厚薄度 我就是例如說這邊比較粗 這邊就要一樣粗 好 泡菜會有一點水 然後這個我們來捲 稍微方形的 然後現在來做泡菜的 這個 煮菜 然後用這個是乾杯萬用燒肉醬 那我們要把它濃縮一點 因為現在有一點太液態 稍微讓它濃縮一點 濃稠一點 所以倒進去 稍微加熱 滾了之後再轉小火 讓它慢慢縮 鋪肉 然後一樣整形 滾了我們把它小火一點 好 濃縮烤肉醬 現在差不多縮到剩下一半的量 我們把它倒下來 因為它要濃縮 我們塗上去的時候 它才會巴在這個肉的上面 好 自燒 很像燒肉的感覺喔 超香的 擠上美乃滋 小黃瓜 切薄片 然後直接泡進去那個壽司處就可以 完成之後我們就來試吃喔 那因為今天我是一次準備 就是很貪心啊 想讓大家學多一點 就是準備三種簡易的 那其實你在家只要 譬如說準備一種 泡菜跟燒肉的 是不是就很快速 可以增加這個親子的樂趣 跟小朋友一起做啊 在家一起做這個壽司 我相信一定是 很有趣的 那選一種來吃 真的很好吃 超好吃 所以端午節 不會做粽子的 做這個就對了 曲因爐 暈倒 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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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